这一场 一下 所以我们的projector 好 可以先上一 或是接近那种没啥 所以你会按Root 我们大概就开始 这两个 快两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部分各位分享 在腹部急证 这个领域其实大概非常的大 我们的lecture的部分 其实会希望把它给稍微分开一些些 第一个部分 我大概讲的是 男人其爱的部分 就是肚子病得肚子痛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做苹果 那类似碰的部分 所以底下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现在这边有在做录音收音 所以可能接下来 不是这个啦 所以今天上行课 其实各位等一下不用一直抄 因为这个东西 我们大概都会把它 把它把它转成利益 把它放到那个block上面去 所以大概就可以做一个评论 只是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这个 好 肚子 Aq-Avdome 的部分 Aq-Avdome 的部分 我们大概要注意的就是 其实Altra厂今天算是一个 System的一个Tool 这个我想大概还是最重要的 你的History Tech 你的Physical Dimension 你一定要会有一个想法 那你这个想法会取决于 你希望Altra厂来帮助 你回答什么事情 对于Junior的医师来讲 你可能会部分的一些Skill 所以Altra厂可以回答 特定的Skill 这在Basic的部分 我们大概有上过一些课程 你可以有这些Skill 来回答这些问题 那到比较Advanced的时候 你可能是 比较Generalized 可以写的 有可能需要的Skill 更多来回答 像资讯医师 可能在摸上肚子的时候 他会有一些想法 那可是你上海前 可能就会跨 不懂一些System 所以我想这个Z件事情 还是最重要的 你的History Physical 应该是Guiding 那你用你的Altra厂来协助 做一个Assistance 那Assistance 什么事情呢 Altra厂应该是做它最 最简单 最容易的事情 还是启齒 所以这个部分 对于Basic的Altra厂的时候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各位 大概用这几个方式 来做一个Assessment 也就是第一个部分 是看Fly Fly这些事情 在Altra厂比较容易看 而且这个问题 在很多的情况之下 它的重要性也是需要的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Gas 这个Gas来讲的话 我们大概要看的是 Extra Abdominal的Gas 好 因为Ci-Track的部分 不是在DF-POP的部分 第三个部分是Vasal Vasal的部分来讲 是在Basal的时候 也要特别小型的事情 那我们来看Fly Fly的部分来讲的话 大概要注意的是 你要再拿几个Location 来看 所以这个Concept 其实简单 就是用Fly的方式 就是用Fly的方式 我们Fly的部分 大概屏股 互相里面好几个位置 这是点几的一些地方 它有时候会出现的位置 可能是在比较 肠道之间的事情 那那个部分 就是比较Minimal的 要不然大部分 我们在屏股Location的时候 可能就用Fast的商量 这个Precision 来进行才可以 那第二个部分 就是它里面的Echo-Tremensity 当然除非你的机器 那个Club 已经被撞到 那个血滑般 看起来那个 判断价值不好 要不然的话 其实里面的一些 内容度 或者是它的Echo-Tremensity 或者是它里面 一些Bine receptor 这些等等的 其实是可以用来做一些判断 这个可能是什么 一些东西 譬如我们来看 这个个案的机器 会不会看得OK 如果有觉得看得不太清楚的话 我们灯大概都还可以 再关掉 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好 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 这个可能就更清楚了 这样的一个病人来的处述 我们大概看一下 Echo-Tremensity 那Authanasan放上去的时候 如果你是要去回答 它为什么会这样子痛 你要去找到这个 特定的一个原因 它的难度会比较高 因为你必须要找到原因 可是如果我们去找 刚刚讲的第一件事情 Fluid 这个水 第一个它有没有水 如果一个肚子痛 它是有水 可是这就是一些 不对劲的一些事情 所以第一个先看 所以你看 在这个video这里面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扫描的不同的一些位置 右下角的这个地方 有这个游标 我们这个图形 摆放 proper放的一些位置 另外一件事情 当你有一定熟悉度的时候 看这个video上面的一些image 我们大概会知道 上面的location在哪里 譬如像这个在pelvic的地方 longitudinal 看到utress 所以我们刚刚在右边 在pelvic的地方 都有看到一些fluid location 所以当一个病人 就要懂有一些 不对劲的一些fluid出现的时候 我想针对你的thinking process decision 也会有不一样的一些想法 那再过来一件事情 就是看里面的 刚刚讲的 看里面的content 如果里面content的ecogenesis 是高的 那又有一个accute onset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 会考虑的事情 有没有可能是 不对劲的blood 每一个地方的手 大概都要注意一下 像这个角度这样看 你看有没有很像bladder 我们像transverse看 所以如果你扫描的时候 只有放在一个位置来看 围棋飘陋的地方 transverse 这样扫描 你有时候可能会觉得 啊这好像是一个bladder 意思不进然 这是扫到比较靠 左侧的paragalli-gaz的地方 至于你说这个定量的部分 它要多少的 就是我扫的这个location 大概相对于这个里面的水 或者是水的量是多少 这个有没有做过study 如果就以Fast Trauma的部分来讲的话呢 台北荣总的我们村主任 在1995年的时候 他们有发表过 因为那时候他有在做DPL 所以他们可以去知道说 我进去出来这些水的量 然后他那时候算过一些Scale 在不同的location 然后根据他的这个水的存在的多广 还做定量 在那个时候有发表过 可是过来其实 并没有很多人用这样一个分数去算 因为其实这样算是不是有很显著的意义 因为在早期可能很多的事情 大概都会用手术的方式去做处理 像现在大概都会比较静能的倾向于 是不是Concerty 所以我们再看一次 这个在哪里 这个是在右边的Liever Service 对不对 Liever Service 的地方 这个量子很多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到在不同的位置 Liever Service 之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是Kidney Kidney 跟Morrison Park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echo-channel density就比较高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echo-channel density高的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顺着下来就是 一个病人如果有听出来 他们都可以听说 要么就是由下往上 要么就是由上往下 这个走的路径就是沿着 我们的paragonic guard的地方 顺着sauce muscle 这样一直往下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中间看到 这边的大概都是 有熟悉的影像 完全全黑的 也有 有些人觉得不大熟悉的 echo-channel density 比较高的 不要比这个地方也是 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这个section 并不是在谈OBGYN 各位可以看得到 这个uterus里面 其实空空的 就是matron里面 没有任何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病人 如果他的pregnancy test 是一个pregnancy test 是一个pregnancy的情况之下 那看到的intress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可能就要搭配他的 被他的虚器 来算盘 discrimination zone的部分 来看是不是 epidotic pregnancy 而如果是pregnancy test 是negative的 这样的情形 大家就要想 是不是可能是 overing的一个pregnancy的 關係所造成的 所以在左边的地方 都会有一些highlight 好 这个 揚冰姆吃下一张 因为我就可以给他拿走 好 那再过来 等一下 再死 这个 好 这个就 没关系 再往上 这个 这样子 这样子 对 好 我们来看 刚刚那样的一个病人 现在这个病人的水的量 好像没有像刚刚那么多 刚刚左边 右边的地方 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到 这个是在左边的pregnancy test 的地方 我们vast的部分 比较不会去照到pregnancy test 那个是 如果你需要 可以看到更多一点水的时候 可以延伸在 左边两边的sauce muscle 的地方来做寻找 这是在pregnancy的地方 的一个扫描 这个地方是要再给你强调的 我们在标明的扫描的时候 一定要照两个角度 要不然刚刚这样圈子 的这样下来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觉得 那是一个blade 可是各位其实 可以看到这个blade 非常像 blade 非常不变 在uterus的扫描 这个地方 hypoechoic andechoic 大概都是一些水 uterus的尿养 一样是空的 所以这个病人 你会不会觉得 他是 ectopic 或者是 corpus routine sist rupture 还是operant的一些 problem 所造成的 我想这个应该还是要搭配他 其他一些翻译 除非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extrauteris 的fetus fetus 这样一个证据 这个是OBGR的范围 这在右边 叫agnesia 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有一个sistique lesion 所以 这个病人的痛 我们大概第一件事已经决定 他的paragnesia test 的地方是 negative 大概这个时候就会比较安心 这个病人的 这个internal bleeding 的情形 应该是跟 这个内容 内容故事有关的 所以如果你遇到的情况 我们这两个病人都是 女性病人 也都是diffused abdominal pain 现在主宿都不大一样 有一个是 这个吃完晚餐吃完肚子痛 有一个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肚子痛 然后吼住 他都会觉得好像吃完的东西 可是这个story 可能都不尽相通 再下一张 好 不用那台块你就按 对 再往上一个 跳台块都会 都会订可 好 没关系 那个阳明馆的控制就好了 好 好 这个有点不好控制 好 所以刚刚其实 我们大概看了 这content的部分 是刚刚提的那一个情况 那再过来 这个也是各位可以熟悉看到 是不是你可以很熟悉的 看到这一个liberstosis 那这是一位诗 如果你要学习的是 我要看到这个sitis 的一些内容物 最好观察大概就是 sorosis病人 或是pd病人 我们注意一下 这里面的水 水 其实这样看起来 echo-training 大概都还蛮一致的 都很黑 比较上面 比较侧面 这种白白的 这些大概就是一些art effect 这是物理的一些影响 这个大概就没有什么 太特别的异常 水很多水 所以尝试的结果 你大概就可以很容易观察 在观察目的 一方面是看到 里面水的这个 echo-training 可以让你有一些 想法 另外一方面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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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 上线 对对对 你吃看看 可是上下好像没有办 上下没有办 所以 旁边可以再帮我 好 对 好 好 好 灯 好 好 所以这边我们大概看一下 刚刚那个水的情形 大概就是全黑的 所以大概相对比较干净一些 那 这同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病人是发烧 saptic shock 来的 那肚子又痛 那这个病人大概看起来 脸色就好了 所以大概就是 是一个小型 是病人 所以ultron上 其实我们大概就会观察一下 因为这个大概 也就是大概最可能 是SPP的机会 所以 包装上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 刚刚的水是全部都黑色的 那你说抽出来是不是 真的就是干净的 那个倒不见的是 可是两个相对 刚刚我们看它是全黑的水 跟像这样子 有一些echo-channel 然后有一些 在这边飘的这样一些情形 相比较而已 这个大概是 你把mation的机会 就会高出很多 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讲的都是patterns 所以同样各位 在这边看到的patterns 是不是有适用在肚子 不是的 如果你看到的这样的 一个patterns 是在chests 一定会有不同的一些想法 肚子神经有出过血 一段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样一些patterns 所以 Ultra上提供我们的是 是一个patterns 所以当一个病是一个subject shock 这样的经验的时候 你大概可以协助你去做一个guiding 是来做抽取 这样的情形 那为什么刚刚提的 它其实可以协助你 比较成功率 比较高一些 肚子有看到水 不代表每个地方成功率都很高 其实各位tapping 水的经验 如果tapping很多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tapping下去了 明明这个地方水就有 可是这么tapping 都不顺 没法离场子的距离很近 可能一下子 就吸不上去 大概就不容易 很好的一个观察 所以呢 看到fine receptor 大概就是想到的 是不是有点免疫情的一些现象 Infection 也有可能是shock 还有potation的情形 对老人家的情况也是一样 所以在扫描之力 一定有一些优先的 一些顺序的一些考量 这样的一个年纪 85岁女性肚子痛 shock 这个时候你的目标 大概就很清楚 这个哪一个情形 会立刻死人的 如果是肚子痛的一个情况 我们大概要用ultra 上扫描的时候 第一个要先看看 可能看到alta 因为AAA的这个 disease 是很严重的事情 再过来 如果没有看到AAA 这个时候我们大概就要 按照Fast的想法去扫描 看看有没有不对性的水 因为有不对性的水 就代表是有一个bleeding的 一个episode的可能性 就很高 像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 当然这是很明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他的liber的地方 是有一块东西在 有些病人会很清楚知道 还有奥克拉尼的一区 有些病人是没有的 这个病人是没有的 这个是第一次 我们告诉他他有 那个liber的有个tumor在 所以这个tumor是非常大的 这是右侧的paragallus 的地方 刚刚在liber的设置位置 这样一直往下 刚刚在照的是右边 这个是照左边的paragallus 这个skin 所以其实这个量是多的 在liber的设备 右边的paragallus 左边的paragallus paragallus paragallus 这地方也有 这是blade 如果blade 我把poly拿掉 所以水在这个地方 光一个view下去 你有时候会 我以为它可能是blade 这其实还蛮长 蛮长遇到的 所以我们自己的上台规定 宿命医师 上台大概都知道 我们的要求 配合比这个地方 大概都会上楼 两个不同的一个界面 所以这边是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这个情况 下一张 好 刚刚那时很明显有一个tumor 在最后 大概可以知道 这是一般的tumor 像这样子 liber 手指 这个echo trance 这个dancing 在liber 里面看一下 不是那么的清楚的时候 这里面也是有一些tumor 可是 你要在很短的时间 这样去辨识出来 不大容易 我们只知道 它画画的 里面好像有一些tumor dancing 可是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liber 的设备的表面 这个白色 这个 这全部都是blot blot 我们讲的sentinel blot 刚出来的这些地方 有一个雪 它enco-tumor 就会再高一些些 所以这个是我们 容易miss掉的 blot 所以你这样照过去 看起来全部都在echo trance 会觉得是场子 或者是一些sorry dog 那些dancing 那就忽略掉 这些全部都是雪 那我们fast好玩的地方 是你不会只有照一个地方 来做一个conclusion 你会照不同的位置 所以当你一个界面照的这个view 看得不是很清楚的时候 你可以照不同的view 当你的view增加的时候 你的information 会更多一些 像这个地方 你没有看到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会看到motion pouch 左边的地方 漂泥的地方 当你在不同的地方 都有看到的时候 这个量 就会不会是少 至少是500cc 1000cc以上 如果那个量只有几十cc 或者是一两百cc不到 它大概都在漂泥的地方 会比较多一些些 所以这个大概要知道的是 这个是容易产生你的before的image 可是当你的少 你的次数增加了 那你的这个正确性 大概会增高 echogenic的一个fluid 大部分大概都会在破裂的地方 会比较容易看到 而且也就比较容易 让你造成这个霧气 好 下一张 那再过来的是 刚刚讲的是 有female的 overage的evaction 当然创码 这是我们熟悉的前景 右边的motion pouch 的地方 一点云水 同样的 刚刚讲的echogenic 属于的是容易产生 而且不然会不容易 去辨识出来的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这是在左侧的地方 这是一个trauma的情境 这是在左边的地方 echo 你要看到这个splint loss region 直接撕裂掉 这个的难度就会比较高一些 这个不是优先的顺序 可是这个旁边这边 全部都是循环 因为它是它的splint的 service的地方 外面这些全部都是block cloth 所以这个会容易miss 可是如果你只有照这个界面 你只有照单一界面 你不是用系统性的这样的掃描 一定会miss掉 可是当你扫描的界面 是按照标准的 你应该扫描的位置去做扫描 让你看到这样的情形 你就不会miss掉 所以在诊断这个病人 没有医生都没提这些事情 这个任务它是达成的 治愈 你有没有诊断出splint loss region liber loss region 这些事情 有时候跟它injury severity 跟你的equipment 还有你的skill 大概都会相关联系 所以还是要把你的clinical上面一些考量 考下一张 当然刚刚的病人是一进来肚子痛 我们就让他躺到床上去扫描 其他的作品都还没有做的时候 大概就可以 可以让你比较快一点 知道这个病人的triage 是不是比较severe 以为我们的resource怎么去应用 当然肚子的水 除了刚刚这些tip connected location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根据病人 疼痛的一些位置 来去做一些扫描 当然这个里面的一些 这个形态 我们等一下在下一个chapter 这个GI track的部分 会在这里提及 有的时候肚子痛的地方 上去扫描 当它有一些inflammation 或者是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那个水的含量 大概都会特别增高一些 尤其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肠子里面的 肠子的外面这边有一些 黑黑的一些fluid extraluminal的地方 大概都会有一些fluid 如果一个病人的intraluminal的一些inflammation 或者是infection的一些condition 有一些水存在 量子的时候会像这么少 只有在肠子 跟肠子中间这个地方 才会可以观察到 这样的一个病人 大概他的疼痛的表现 大概就会比较强一些些 这种进行 大概可避免了 一些案子的情况 几乎如听大概都会被窃息 一摸起来就会觉得 diffuse的疼痛 那一定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information的时候 大概里面的水 藏匙的一些dense的 厚度 这些大概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情况 外面这个地方有些水 而当你的 asitis assessment 连这样子的一个水 都可以看得到 那大概在fluid assessment的部分 就算是除湿了 因为这个量 7T上面大概都 勉强可以看得到而已 甚至有的时候 可能7T上面 有的时候还不容易观察 可能要比较siny的一些意识 大概会比较容易观察 所以如果一个平衡的肚子痛 你只要观察到一些水 我想你的thinking process会不大一点 好 再下一张 刚刚讲的是fluid 所以它等于是用你熟悉的skill 来认识一些不同的一些临床的颈性 可能是oh的 young age的 non trauma trauma shark的 septic shock的不同一些情况 所以你会发现 在同样的一个skill 那你就根据病人的临床的颈性表达 还有他的physical examination 来做不一样的一些 那个归类的判斗 这是第一个pattern 所以 第二个pattern就是gas gas的pattern 因为ultra 在判断这个gas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大概先看一下 这个是你的pattern 你会摆的 这个free fluid 在扫描的时候的位置 各位认为 在哪个位置 会是比较适当 用来扫描 肚子的free fluid 游离液体的 认为是 依这个location 这样的一个摆放位置的 来记住 没有 认为2的这个位置 3 4 好 4的这个位置 大概是第一个建议的位置 我们在照 x-contin的时候 怎么照free fluid 让病人standing 还有没有办法站立 我们再让他做ecute的 左侧 对不对 在照ultra散发做应用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散发的位置 大概是这样的位置 病人平躺longitudinal 这个时候你要借用的是 Liver的这个window 如果这个位置看起来不是很清楚的时候 我们大概一样让一个人做测躺 让Air可以飘上 我们下一张 好 这是第一个location 如果这个地方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们可以让他做测躺 来扫描这一个部位 下一张 所以这是在看gas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排放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free fluid来讲的话 哪些的情况 大概第一个要对他有一些认知呢 free 大概很熟悉 gas 我们可能不是很熟悉 history physical OK的 不需要用它的image 那第二个 x-ray的诊断的正确性 当然过来了 好 反之ultra散 比x-ray好 再过来 ultra散 高于这个CD's game 大家在想法里 认为1的这个description 正确 认为它正确的应该就是没有在集成上班的 比起 临床太久了 认为第二个 x-ray的诊断的正确性 高于ultra散 不要这场是ultra散的课 认为是第三个的 第三个ultra散的诊断的正确性 高于x-ray 好 ok 第四个 好 所以大家都还是活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这两个部分 当然不是说只有用说说而已 他要有一些佐证 再下一张 这个有没有做study 有 如果就以本土的study来讲的话 台大的学习副院长 王秋博医师他们在大概十年前 有发展过两篇到三篇的paper 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个 那个 superior to x-ray 尤其是submine x-ray 那gas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大概看一下 gas的pattern gonflate的pattern 典型是黑色的 可能会有一些echogenicity的particle 可能会有一些binding 那是属于complication gas的pattern gas 我们ultrase下去的时候 它其实不会完全阻挡 可是它会把它发散掉 所以会产生一些 像彗星尾巴这样子高亮度的 这样一些杂讯在 那再过来 它大概都是在比较non-dependent的地方 所以你要search 大概都要在non-dependent的地方 肚子 胸部 必然 那再过来有的时候 可能可以看到一些 合并的一些水 来 下一张 这个是典型的gas pattern 所以它的量度会高 那在之前好像是在爱奇吧 那也有人做的study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 peritoneal这个地方的 这一个量度 增高 这个streak enhancement 增强 用这个来诊断 intra-abdominal free egg 这个要由美国世界 因为这个study 这个是一个 专门在做ultrasound 我们的这个radiologist 扫描一个病人 大概是将近三十分钟 做我的实践 可是它可以 把这个peritoneal 这种很小的这种 A bubble 可以扫出来 可是我们大概 还是要过在现实当中 两花太久的世界 去做这样的search 大概就五合十亿 再下一张 所以它是用never 来做一个window 这是典型 我们可以熟悉可以看得到 可是各位看的病人 越多你就会发现 这个有的 可以看得到很清楚 有的实在是非常的少 那这有一个skill 这个skill叫做search management 我们这个library service 的地方 如果你把herbal 压下去 这个air会被experl掉 把它稍微放开来 这个air会跑进去 所以要注意一件事情 各位在找ultrasound的时候 是不是都太动力 如果你扫完 你的手都在酸 就在干这个 这个做不球 因为很容易就直接伤害了 你扫了过程当中 应该大部分时间 你的herbal应该是要挺轻柔的 这个你的手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这个肚子也不是这样子 通通通的 因为我们少的 如果一下子扫不去 压得太有力了 你根本就观察不到 有时候是应该 比较轻柔的 你才会可以观察到 这样的一个行情存在 那下一张 但是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air 甚至是image上面看到air 就一定是free air 大概都特别注意 連experl面上面 有时候都有些p4了 你看cd可以感觉到 就是常识的interposition进去 所以如果在Libre 你这个地方 我们有看到这种高亮度的东西 我们并不会觉得 它排名字排 就一定是 除非你可以看到 是单独独立存在的一个free air 在那个地方 如果看起来是整片 全部都白白的 好 这样一直延伸过去 你并没有办法看到 单独存在的一个形式 这时候你还需要特别小心的 有这一种的可能性在 因为它可能是常识的气体 可能是interposition进去的 这样一个情况 下一张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是肚子痛得很厉害 这个是典型的location 我们扫描Libre service 的地方 所以这时候你的观察的重点 会在non-dependent part 在最上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左叶的地方 这是头 这脚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 这一个表面这个地方 有没有特别不对劲的一些 白色一些commitale 这样一个density 所以你的观察重点 会在这里 Libre service 的地方这样下 这边其实很多的小小的 这个hair bubble 如果就用longitudine的来看 我们来可以特别注意这个角度 这里 这边你可以看得到 等下这边白色的shed 把这个地方可以遮盖住 注意这里 做compression 之后 这个会消失掉 有没有 放松的时候 有没有 独立存在的 因为这个地方 你还可以观察到一些 所以这个是你要观察 这个飞业的时候的 一个很典型的一些location 我觉得应该也是要看 你的忙碌的情形 然后病人的condition 一些情况 来做考量 这个都是独立的 刚刚是在 Longitudine min line 这个地方上 刚刚这个在Libre service 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 一个典型的一些 Polygon Pratonium 这个地方的表面亮度 确实是增高的 然后很多是 这种 commitial这样一个shadow 有的这个A是很多 有的这个A是很少 所以看到一个isolated 的一个 我全面有的一些A 甚至旁边 这边可以看到一些 所以看病人百味的一些情况 如果病人不适合 他痛得很遗憾 没办法站起来 你大概可能 这个会列在你的 其他的扫描的其中治理 所以应该是 按照狗接心的想法 这个病人如果肚子 痛痛的很厉害 肚子摸起来 上部的地方就是Mustle Guard 问起来的issue 你就会怀疑 这个像一个PPU 你大概直接就会 按照这个地方的扫描 可是如果这个病人 领域比较大 那你直接去扫描 这个地方 我想这个也会陷入一个 迷失 迷失看一下 看的东西 如果这个病人是一个 OVH的病人 我们大概都还是会先装 好好打一些扫描 再来扫其他的一些位置 再下一张 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AP 之前他们也有个AP 所以这个大概都可以去search 这边 这是头的地方 这是脚的地方 所以如果在上面这个地方 也有看到的时候 这个大概都很清楚知道 这个最近 这边有小的particle 所以我们并不是要去看 那种非常细小的一些particle 那个大概就是有 美国世界用来teaching的时候 或者是像个这样子 要来做录影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我们刚刚看到 那样的一个sliding的一些情形 是不是就一定是 不一定喔 尤其是在左右两色的地方 因为它会有lock的shadow这样过来 所以你特别观察到 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都要注意 所以这呼吸吐气 它会这样滑来滑去的 尤其在这个 比较上段这个地方 当然说是lock的shadow下 可是刚刚这个地方 这是在左边的地方 这个大概就不是了 这个就是单独独立存在的 这种小的黑包 这个应该特别强调 这个是 你不会非常忙 你有兴趣 你想要把我录下来 然后来做teaching 像你这样的时候 才做这种事情 好 下一张 有些事情会听起来匪夷所知 之前在那个王秀博这边 那个大佛这边 在学习的时候 都会觉得是匪夷所知 但我们可以看到 有时候可以观察到一些rugge 所以你看一些这样的 这个stama的rugge 都可以看得到很清楚 所以我们像我在做practice的时候 或许我们可以请我们的model 喝水 我们可以观察到那边的一些结构 这个病人肚子 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疼痛 那当初在扫描的时候 X光面罩没有看到什么东西 所以用到床上来看 在旁边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一些小小的包包 在飘 为什么我会讲说 要看有没有时间 如果你就没有床可以躺 我们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床可以躺 这是可以看到这个破掉的地方 在找新人 对这个地方比较兴趣的时候 在扫描的时候 我知道他的服务了 我还会去找一下 可能是在哪个地方破掉 可以那个地方的 大概都会有些 可能没选过 都会有点比较厚一些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 是哪个地方破掉的 现在不这么做的 因为帮忙 对临床的帮忙 没有非常的显著 其实会造成一些霧疾 所以现在大概都不这么长 这个都是Deptroluminal的 A 而对于资深的意识来讲 我们应该特别强调 对于资深的意识来讲 一顿子这样摸起来 你觉得不大对签 你没有奥扎厂上面看到 其实这个病因器 不影响你的decision making 病因器只是一个不对劲 你可能就要看 See this game 来看 那你再下一条 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另外一个典型 在奥扎厂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sign of the curtain sign 这个是long light sign 这个是abdomen的地方来的 这个是liven 表面有一些水 sign of the curtain sign non-dependent sign 你就要看的是non-dependent part fluid 你就要看dependent part 这个地方有一些水 朱利亚小的part 所以这个是一些 叫curtain sign 这样一个形式 所以看到这样一个形式 在non-dependent的地方 你大概就有些想法 典型的病人 其实没有用AltraSign看 你用X-ray来做诊断 大概就已经足够了 我们其实很蛮常遇到的是 你可能在床上面 不典型 或者是肚子摸起来 根本就没有muscle guard的情况 这个病人在 OH的病人 或是没有把他打得很清楚的病人 这个不会很罕见 所以AltraSign 我觉得是在某些 特殊的一些情形 协助你在做一个 首先 额外的一些 讯这个 资讯的时候 会有很大的一些帮忙 来下一条 好 这个也是 这个病人 他切过CT了 这个病人来的时候 肚子痛 上腹地方疼痛 然后呢 一次切CT 切CT看起来 真的没有看到 明显的这个 free air的一些情况 那上腹还是一直 会有一些疼痛 所以有白天说是不是阿瑟的关系 然后本来上台隔天的微信检查 半夜的时候 这是一个视频 那半夜的时候 这个痛 还是很厉害 然后感觉比白天的时候更理重一些 借过CT啊 这时候能够干嘛 先来看看好了 所以 好少许的半夜说 就追过来看 这看起来很奇怪了 第一次的CT 白天的时候 这个CT没有看到 Aciitis 这个时候看到了 有些Aciitis 而且在这个Leaver设计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echogenic的一些 dense design 所以大概知道 这个病人的condition 是有在变化的 后来是 Acer Perforation 这个时候 我们再把这个CT scan 再调回来看 还是没有明显看到 free air在飘哨 可是在它的这个 entrant跟tupine这个地方 握看起来 就会变得比较 就变得比较厚一些些 可是还是没有看到 Alication出来 所以它是可以协助我们 在对一些理由 有关的病人 病尊上面有一些病患 可是你好像 因为爸一直用气力 就是repeat的时候 Altrant 可以协助你来得到一些 information 不管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A 因为对这个病人来讲的话 看到A 当然你就知道不对劲 如果没有看到这个A 你看到水 本来没有水 突然新生了水 这个大概也都是一些 不对劲 至少它在你的 decision making上面 它总是会办一些 不一样一些角色在 在下面 所以 Fluid gas 大概讲过了 再过来我们提的是 Ve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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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Vessel 的情况 我们在Altra上面 都会有机会可以干得到 但是 Altra上面 是不是用来当作 第一线的诊断工具 这必须要去做思考的 我认为大概 这件事情 是第一线的 其他的部分 大概都是 你有机会才去干得到 但是 它不应该当作 你第一线 用来做扫文 这样的一个tool 这件事情 应该是用Altra上 做一个第一线的screen 至少我们在 在星光医院 我们大概已经做了 很久这样的事情 如果只要这个病人 肚子痛 OH等50岁以上 我们只要肚子痛 我们有助力院医师 或者是医师 要去照超音波 他们第一个 大概都会用Altra上来看 是不是有Triple A 这个情形 不管是有没有床 没有床有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很可怜 这个病人坐轮椅 那医师拿着Blog 蹲下来 然后在这边照 因为找不到一张床 可是这个情形 你用HER 立刻来来知道 这个病人是不是 会随时出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会唯一 在不同的情况之下 后来用来做Screening 这样的一个条件 再下一张 所以大有之所以不明 腹痛 腰痛 肺痛 或者是Ingral 那个Ingral pain 鼠息部的疼痛 如果你这个地方 你没有办法合理的 找到原因出来 很多时候 你大概都要去想到 会不会跟这个地方有问题 会加上这个 都是有通过这种残痛的经验 因为有通过 Triple A Lacta Dissection 这种的关系 病人没有肚子痛 他就是那个 鼠息部这个地方有难道 所以 当你不听去做扫描的时候 这是在基础的课程里面 我们大概都有提过 我们听去做扫描的时候 我们大概都可以 都可以知道 测量的时候大概是 量外境到外境 不要量里面floor的 有这个地方 因为这是会Underestimate 你要得用外到外 可是这样的Image 这个难度就会比较高 这个的Underestimate 还有外面的地方 相对应来讲 我们这个界线都还蛮清楚的 外面大概是没有Lacta 可是你要诊断Lacta 用Underestimate做诊断 这个难度高 来下一张 所以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也都不会建议 用Underestimate做为 诊断它用Lacta的依据 而是当你看到它有一个 Triple A存在 那这个病人的症状 你没有办法合理的解释 肚子痛 然后有Shot Sinkhole 你只要看到这样的情形 你一定要去Preserve 这是一个Lacta的Triple A 像这个病人有没有Lacta 刚刚那个病人是没有Lacta 这个病人有没有Lacta 底下是Spine 然后这个是Badification 然后再往上扫描 因为我们在看好它的时候 大概在SMA以下 Infra Renal 地方 Dop Advecution 这边都要观察 除非你怀疑的是 Eleic Iron Anurals 你会再看下去 这个地方我们都要去 如果各位有在造Alta 因为知道Alta 在造起来的时候 应该是还蛮清楚的 对不对 这是里面的Lumen 这是里面的Mural 外面这个地方的Echo Genetic 太高了 这个亮度太高了 我们正常在看Alta的时候 外面亮度不会这么高 甚至下午我们在做 这个Alta的时候 都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外面这个 都是破出去的 Liquid出去的 这个Contained的Chemotone 外面的Dense 大概看起来 才会是不对劲的一些情况 这个病人除了外面 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外 我们在它的握的地方 如果稍微仔细看一下 都可以看到 那个握的地方 这个Mural War 这个地方 会有这个亮度高的 也就是Calcified 这个Displacement的一个情形 这个代表是很对的 因为Calcified 应该就是在这个 Ware的这个 Service的地方 它不应该在里面的地方 如果在里面代表 它有Voucher Displaced 这个是它的Calcified Displaced 这样一个现象 外面这些都是破掉的 Liquid的Hematoma 所以要诊断它 Liquid的这样一个Hematoma 来讲的话 这个难度就会比较高 可是我们要看到Alta 这个难度就不会非常高 好 好 再下一张 这个之前的段部分的话 大概也都会常常看到 拿出这一个来秀出来 里面的这样一个Turbine的Flow 不代表它是Rubature 它只是代表里面的这个雪 有实在是绕游的一个状况 外面这个 刚刚那个是外面 外面在这个界限不清楚 这个外面这个地方 你全部都是Content 给Madonna 这是Rubature的一个星星 这个病人会有Liquid到 我们可以看得到 是因为它破的位置 是在Retropeatronium 破出去的雪 可以呈现像这样子 当它不是有理移动的时候 它可能不是我们眼前熟悉 看到的黑色的影响 而是这种Echogenesis 比较高的 这是我们的Souls Muscle 这个上面这边 全部都是Plot 所以我们可能一上 一放到去看 这个亮度这高高的 看不懂 可能是场子吧 以前常常可能会有 或者这样一个人 这个 误解在 可能会觉得像是一些 场子的一些结构 所以要诊断它 Rubature 这个Jeshia观察 比较细微 甚至有的时候真的是 难看 可是你只要看到 Any reason 这个病人有一些症状 不对劲的一些症状 我们大概都要去 Rubature 是一个Rubature 因为这个有机会 可以按照 病人的 outcome 其实都可能会不错 这个病人 大概一个礼拜之后 是出院的 是没有能够解决性 问题的 而且都很好的 来 再下一次 那有的时候是 Colleague and Rance 的一个Surveillance 因为这个 这个不是我们 一开始 Initial Reservation 我们另外一个医师 那个 主导了一个肌臼 肌臼完回来之后 也觉得 这个肚子的地方 感觉好像 Any人的样子 前往过去看一下 所以过去看一下 大概就看到了 当然是他们已经 Recessation回来 一个病人Colleague Arrest 那Recessation回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肚子的地方 有看到 AA 而且这是 有破掉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他的 Anyway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是一直有在 Lickage出去 在外面的地方 这个Ungoing in 这个病人 是有 Survive to Operation 但是后来 因为其他的 Motality 其他的一些 Modal Dysfunction 肺理的关系 所以他没有办法 Pass过这次的事情 可是病人是一个 Cardial Resist病 经过 Recessation 这个当然 有到一些 像Buckett H 因为这个病人是 Clarvis 我们照其他地方 没有办法合理的解释 你可以去看一下 这样没有Stand 所以我们在看着 医师才把这个Plug 放到肚子的地方 来看我们要睡 看我们要按摩 才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些都是 破掉的一些情形 好 再下一张 AAA是比较简单一些的Screening 那 Alta 里面 或者是Vessel 里面的一些情形 我想这个大概就是 可遇不可求 像这个就是可遇不可求 这是Spine 这是Alta 所以如果我们每次 大概都只有观察的是 它的Size 并没有去观察到里面的Content 有些东西 就观察不到 像这一个 这个的形态 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把 这一个Video 稍微去Focus 或者把它放大 在你要看到的位置 这个时候各位看起来 好像都变得很清楚 但是注意黄歆 这个Scale 这个大概是五六公分 左右的这个Scale 一般我们在照肚子的时候 很少会找到这么的 这么一秒前 你可能大概就是15公分 对不对 那么的深 这个时候你看到这个 这个影响就不是这么的大的 这样的一个影响 是不是还可以看得到 这个都需要去做思考 因为如果你的目的 只是在Screen 有没有 Triple A 很快就看过去 没有看到 大概就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这个病人大概是交接班 交接班 特别容易出生 所以交接班的时候 如果有一些想法在的时候 还是要把那个事情给做完 这是我看的病人 大概七点四十几个 化学生存 看完了 吃饭满餐肚子痛 没有上过的地方 也没有radiation 也没有sharpent 也没有hypotation 也没有hypotation 这些情形 但是这个你知道 交求了 自己没有医生坐折 会被指指点点的 65岁 65岁以上 然后肚子痛 没有照一个 这个 好他出来给你这个 学生看 这个 总是面子会挂不住 所以就下班了 然后对着病人到急救市区 因为没有床 就找个位置 然后来扫扫一波 就是夸的病人之类 然后扫一扫 就发现这个 好像不能够准备下班了 坐到了九点多 这个病人处理完 那些事情 系统的够力都完 再注上去 所以你看这个scale 要变得比较大一些 你大概才有机会 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影响 下一张 下一张 有的时候 你可能会看到一些 很特别的一些事情 那要在普通 要在不同的扫描的情况 我们要看outa 你就要扫描outa 如果你怀疑的事情 有不同一些情形的时候 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可以来做扫描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悬窝状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是一个常常肚子痛 这个肚子痛就是 奇怪的 肚子痛 然后我们的意识上扫描 这个echo它看起来 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特别的一些问题 所以请我去看 这个地方我们的扫描 这个地方我们的扫描 各位可以看到 它有这样一个rotational 这样的一个形态 这是一个 vobulus 它的messaging 这个地方有一个vobulus 的情形 可是当病没有 是tregulation 这个病 在我们医院 那一段时间 出入好几次 然后 因为 每次都这样痛 这个我也有看到 它这样子 再转回去 这样的情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东西 rotational 所以如果你是要看rotational的时候 你的pro的摆访 一定是transverse 由上望下 你才会有机会 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形态 如果你pro的摆的位置是不对的 你是观察不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 每一个问题要回答 跟你pro的摆访 那些位置 跟你pro的摆访 跟你有什么机会可以看到 是不大相似 pro比较好爱奇 我也会这样特别提的原因是为什么 奇怪了 你放这么不好的影像 你看这个 摔坏 这个地方的影像 就不是很好 这叫雪花斑斑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我们的pro的机器 上面也好带的 好的那个pro 那个扫描完 我大概就把它收起来 因为要大报告用 好 所以我们大概也知道 这是破破散 所以如果你扫描的目的 是有想到这件事情 或者是扫描起来 怎么这样扫描 觉得这个好像一些 不对劲的情形的时候 如果这件事情 有出现在你的脑癌 你大概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来做商量 来 再下一张 好 我们的肚子的部分 QIQ 大概在提 刚刚的这些事情 再往下 当然其他肚子的部分 我们可能会回答的 不要忘记 刚刚那些是 你可以用Ultra上 来特地回答的 但是Ultra上 在回答 Nom-GI的一些desease的时候 还是回忆到 有些会典型 容易引起疼痛的 Goldbladder的上描 里面的hyper-echoic density acoustic shadow Display 那个extended goldbladder 旁边这边 大概就是在一个 colexitis的病人的时候 你可能可以观察到的一些现象 所以不要固执视频 因为这个是 Ultra上 应该要用来做首选的部分 大概还是要把它给 highlight起来 所以除了看刚刚讲的 Fluid 除了看Gas之外 不要忘记 我们本来都一直在用来 看的部分 一个病人上腹痛 一个病人又上腹痛 那我们应该要去射取的 第一个是看Corestock 这是进阶课程 所以应该是这些 都应该要尝试去观察 它的握身是正厚的 如果要看正厚的握 应该要量 TL这一面 而不是量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量起来 会比较准确一些 来再下一张 当然除了看这个部分之外 不要忘记 另外一个Ultra上 可以往来做首选 就是我们的CPD 所以你要找到CPD的时候 如果这个病人没有开过大 我们可以看到Coreplate 顺子上对应过来 可以看到这条 黑线是Portofed Portofed 上面大概就是CPD Coreplate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都是Store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来Approach Coreplate 可以在Costal地方 可以在英证Costal地方 Coreplate 对应过来指向的这一条 你只要可以看到这一条 这是Portofed 所以当你看到Portofed 所以当你看到Portofed 的时候 这时候你的Focus 会在它来尝试调整成另外一个角度 让它变成一个Double-Gun 这样一个 或者Shot-Down 这样一个形式 来看看它是否有一个Diamatation的形式 正中间 这边有看到一个圆圈圈 这个是我们的Hepatic Artery 不一定要可以看得到它 如果你怀疑是 这个是不是一个血管 比如说我们可以 把Flow的Function 可以挡开来干 来看看 一定是不是有一些血管 但是相对于你的这个即时性 上海的这个即时性 影响的跨率 大概就会稍微 变得比较慢一些一些 即时性大概就比较不是那么够 施力加测量的时候 就量内径到内径 都是量外到外 因为如果你量外到外 有时候它那个握 这个Portofed 这个地方旁边这个Echogen 这个高 量外到外 就会变得比较放大 应该是量内径这个地方 至于是不是要顺着这个CVD 这样一直找过去找到CVD的之中 我觉得要看这个病人 长期是不是很多 Condition 是不是适合 还有你是不是有这个时间 可以去做这样一个search 所以我们测量就是这样内径到内 这样一个测量 这个是很容易miss掉的 因为你会觉得 这好像就是长期 这个有Direct Sign Hyperechoic Indirect Sign Shadow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要观察的是 Direct Indirect 一些现象 那现在长了 再过来另外一个也是首选的 Ultra常在 Abdomen的地方 室备的时候要看的事情 一个病人 这个病人大概我们先排出 它不是一个AAA的情况 用Ultra常来看 右边的Kindy 左边的Kindy 所以这大概就已经回答了这个原因 为什么会有很痛的一些情况 再过来 里面这个地方 Distended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些Stone Direct Incorrect 在座应该有可能三分之一半以上 可能是比较支撑的影视 所以当然有看到Hydrolyphorosis 其实有的时候你可以尝试不要停在那边 顺着如果它有Hydrolyphorosis 你就顺着一个东西这样自己走下来 你有时候可以观察到是卡住的东西 我们的Felon 或者是比较自身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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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Trace的这个Skill 我们在找Houdrolyphorosis的时候 意思是一样 你这样顺着走下来 所以你顺着这个去门 你的这个Skill是OK的 你在Trace这个小的这个去门的时候 它们的脚位不会那么高 OK 这是Transverse的上压的时候 That's fine 所以你可以看到相关性 Houdro这样下来 一定可以走会走过来 我们的有力者会Cross过去 望向 所以Stone卡在这个地方 大概过了EVASO望向到UPJ这个地方 这个我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这个是难度相对高 但是在EVASO以上这个地方 其实它只有Houdrolyphor 各位像是 如果你有看到这样的病人去找找看 你会发现这个有某个程度的成就感 因为这个是容易找到几个位置 UPJ UPJ跟EVASO 这个只要看过 有人带来看过 或者是你有看过这个Video 你大概会顺着这样去找的时候 生活当中 看病当中总是要有些乐趣 而且这样一个情况 在做病情解释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幸福度 会高出非常多 好 就算你会找到Stone 你告诉他这样子 他看到了 就比你口头描述 来的这一个影响更多 好 我们再加一张 大概到这边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问题没有 好 大概要做一个Ending 所以刚刚听了很多对不对 来下一张 我们来看一下 20岁女性肚子痛 来要请各位看一下 有看到了什么Pattern 有看到了什么事情 肚子有没有水 这在漂流的地方上 肚子有没有水 这是当另一个缺陷 这第一个问题 这个第一个问题 肚子有没有水 或者肚子有没有suit 再提示 照不同介面嘛 對不對 transference 現在我們半支變成logic duty能力 好 看到這樣子的 有沒有水 有沒有不對勁的有利益 有沒有free fluid 認為有的就是什麼 好 大家的利益都很利益 你看不到30秒的時間 各位大概都已經有不同的介紹 因為一個女性肚子痛 你照到這樣一個情況 你的相告完全全會不一樣 這是她的utuous 旁邊這些 這個難度為什麼各位會看得比較久一點 因為她的echogenesis比較高 所以會容易compute 知道你是不是 這邊有一些熟悉的 這些是不熟悉的 所以轉成另外一個角度看的時候 就會比較熟悉 剛剛這邊你可以看到她的nexer 可是這個地方的結構 不是看得那麼清楚 旁邊這邊有一些少少的 少少這種黑色熟悉的影像 這是她的utuous 你看這個是 她的blade在這邊 bladed 好 這個地方是把她給成錢對不對 這些全部都是block plot 好 這個病人為什麼特別highlight 看一下 急診 在急診生活 每天 你只要的行 每天都可以受到各個不同的一些個案 這個病人呢 為什麼我會把她這裡給highlight起 因為這個病人的處置 我們的吸壓的處置 都會讓我覺得這個實在是膽戰心情 看到這樣的情形不對勁的 怕有問題你要找婦產科 婦產科 我們的婦產科在三樓 所以送上來檢查 這個我已經擋下來 叫婦產科下 這個肚子裡面 這不對勁的 這上去會出事的 為什麼 來下一張 我們會找不同的位置 所以你會可以定量 你會知道這個肚子裡面的情形 剛剛看到那樣的一個情況 因為上去位置很OK啊 右邊的Morrisen Parche 左邊的Spinol Reno 這個Pelvis的地方 這它一定要下來 這個在當場一定是搞critical ammoid 做適當一些transmitation 做transmission的一些情形 所以這個是你可以知道 你的病人的condition 是不是一個適合離開你的事情 或者這個病人是一個 不穩定的一些情況 所以你並不會說 因為比較資深 你要工作比較久 然後用資深的事情 來壓其他的這個醫師 這個是沒有那個必要的 但是這個講不聽得懂 因為肚子裡面的CITES Massive的CITES 病人要stable 這個上去會出事情 你就要下來看 這個分析的equipment 這個resource 比較多一些 這個會聽得懂 聽得懂就會下來看 他下來看 他通常會有一個會秀給他們看 你看我覺得哪個地方 對一些 這個會擔心什麼樣的現象性 所以有些時候 病人沒有尿 你不要沙沙的等到他尿 病人的時候是shock的 根本就不會有小便能力 所以要盡可能 要門去放高臉 要門去趕快抽血 反正你要看你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確定這個pregnancy test 是positive還是negative 這個病人 這個病人在pregnancy test 是negative 還是下 所以它是co-pregnancy sist rupture 男性造成的症 你可能可以 再下一張 所以各位你都可以知道 你在觀察的時候 你看到不同的一些情形 這個也可以影響到你的decision 你的眼睛挺到的 不過你只要會放在那個地方 大概就可以知道 微生對男性肚子痛 肚子痛得很厲害 你看 有沒有free air 用完有的人舉手 好 有一半的人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這是容許 聽力腦對不對 這是liver在左頁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看的東西是什麼 這是你的focus 會focus在free air的話 你會特別觀察到 這邊是不是有高亮度 這頭嗎 這腳嗎 這邊有 這個focus 這樣一個dancing 然後下了他們一條 下一張 這是我們典型會做的事情 這樣子 這樣子 沒有看到 對不對 所以這會牽扯到 我們平常在practice的時候 因為當然現在已經開始有一些 其實有時候會遇到 反正我看不懂 就切CT就好了 這個我也沒有辦法 對不對 這句話出來 我大概就變大詞了 因為如果這個病人什麼 還會變得很 如果這個病人什麼 還特殊的切心 或是不穩定的病人 反正要切CT 都一定可以找到一個切CT 這個我覺得無可厚非 可是我們要知道的是 傳統的image 當你遇到的這個image 是這個樣子 這個病人如果摸起來 沒有那麼痛 那是不是切CT下去 Ultra上剛剛那樣的情形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些air 可是你說那樣子的一個air 那樣的情況 會不會就找GS去開刀 其實如果量非常的少 我不會就不許我們的GS 立刻去開刀 我可能還是會切CT 可是這時候你的CT 就不需要去打Nehens 不需要等待其他的一些事情了 應該是這個病人 在第一時間 還沒有其他level data出來 你可能就勾著一個 拿Nehens的細菌 你的診斷的速度流程 是快的 又是等到他的pregnate data出來 打給Nehens的細菌 那是在每一個場面 就是一些事情 現在這樣 所以這個病人其實X光片 你看我還照這兩張X光片 就是在嘗試 是不是可以省一點錢 然後用在精準的方式 來診斷出職業 讓GS知道 可是剛剛那樣 這樣確實是沒有辦法 所以你不大容易去說服他 尤其有些醫師會馬後跑對不對 我們還是要小心一下 所以這樣照了 Nehens的細菌 這個病人沒有等待 其他的一些data 我們可以知道這個量 這個大概就是他的量最多的地方 可以看到這樣的情形 我覺得這還是 跟每個醫院的policy 不大一樣 可是醫院他可能全部都要掃瞄 真實還要放置客人醫師 打出來的報告 放置哪個地方破掉才進去開 這個我覺得是要順應的那個文化的一些情況 我們醫院的GS 至少我們這樣去進的GS 如果我看到free air 我的X光片上面 就已經有看到這個free air 也能夠呈現出來給他 我們很多時候是不切CD的 他們就上去看 因為你就算開到進去看 哪個地方出問題 本來就是要explode 那多量的一個radiation export 我覺得是不是好的 應該就是要去做討論跟溝通 現在講的 所以最後的take home message 我想帶一個acute abdomen 如果是在一個non-GI的condition 我們要看到的情形 Gas Fluid 還有沒有 不要忘記了 Triple A的這件事情 應該是在援助你的限定診斷事 好 謝謝 我們第一個part到這邊 所以幫我按這個stop